大家好,我是鄺嘉賢,亞太法律協會會長 很高興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在6月30日正式頒布實施 這是國家在香港回歸23週年的時候 送給香港的大禮 亞太法律協會和我本人 在這幾年都對香港的局勢感到非常擔憂和難過 我本人在2014年參與了當時佔中的其中一個禁制令的申請 當時香港即使是一些年輕人 他們出來表達自己的意見 但最終他們基本上都是尊重法律的 金制令出了長達79天的佔領馬路也結束 但是之後的發展 在農曆新年扔磚的暴動 然後跟著去年開始 6月開始的所謂的反修例運動 整個社會 整個家庭 一些學校 特別是年輕人 充滿了仇恨 他們對法律已經是不再尊重 不再在乎 作為一個法律人 我對香港的法治的崩壞是非常難過的 也不知道自己是可以做些什麼 我跟很多香港人一樣 對我們熟悉的香港 似乎已經不再一樣 我們也覺得 究竟香港 香港人還可不可以安居樂業 我們將來的路是怎樣走呢 我看到那些年輕人 不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份 甚至是要求外國來干預香港的情況 和國家越走越遠 我心裡是覺得 非常之難過 而在這個時候 中央很及時 很果斷地 定立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包括我在內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 對香港 香港人的生活能夠重回正軌 我們能夠重新安居樂業 重新有希望 港區國安法的實施 也是標誌著國家 是對一國兩制 對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針 是堅持的 他們也是堅持 依法治港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不需要花這麼大的氣力 花這麼大的周章 去立這條法例 當然這個也是維護 憲法和基本法 裡面所定立的 香港的憲制秩序 在香港的歷程碑 很多人說 香港雖然 回歸了23年 但人心未回歸 這個國安法的通過實施 我個人認為 也是香港實現二次回歸的歷史 歷程碑 亞太法律協會一直都很關注 這個國安法的通過 而香港人 尤其是對大陸的法制 不熟悉的時候 也有很多的 可能有很多的誤解 或者是有很多的恐懼 所以亞太法律協會 在6月13日的時候 舉辦了一個網上的研討會 當時是三號封球懸掛的 而限聚令也未解除 但我們邀請了曾育成先生 湯家驊大律師 和雷景明教授 從政治、法律和經濟幾方面 去嘗試去解讀 香港國安法的一些可能的內容 因為當時的條文都未曾公佈 而傳媒和各方也有很大的關注 而我們亦都安排在網上 市民可以提出一些問題 而很多市民都很踴躍地提出一些問題 一些疑問 亦都表達了一些意見 在去年反修例的暴動 有很多人擔心送中 所謂的送中 現在他們在港區國安法未通過之前 他們擔心要送中 即是要送回內地審判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港區國安法出台的時候 大部分的案件都是在香港審判的 交給香港的司法制度來處理的 中央亦都是非常之重視 在研討會裏面所提出的種種的問題 之前我們擔心的 譬如說香港普通法裏面的無罪推定 或者是幾條的刑罰是怎樣 國家亦都是尊重香港的法制 香港沒有死刑的 所以港區國安法是沒有死刑的 等等 我們當時提出的一個希望就是 是中央滿意 但是港人釋懷的 而出來的時候 我們真的覺得 國家是尊重港人的意見 是有聽的 所以我個人來說 整個立法的過程和內容 可以看到是國家中央是真的很尊重 亦都是包容香港的法律制度 很多人擔心追溯期 而我們亦都有提出 說是不應該有追溯期的 現在出來的亦都是沒有追溯期的 我個人來說 我是很開心 亦都是很感激 中央其實是很開放、包容 是有細心聆聽香港人的聲音 亦都是很樂意去就香港人的疑慮 來解釋或適宜 可能有些香港人 我們不太理解內地的法制 或者一些法律的實施方式 可能有一部分是未消化到的 我們亦都是會繼續 所以我們要是做一些問題 我們作出深入的解讀 亦都是解釋 亦都請一些專家 或參與過整個法例的草案制定 他們在立法的過程中 他們有甚麼考慮 他們提出甚麼意見 而最终是怎样出来的 仍然是希望这个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是香港人和国家内地 能够越走越近 而不是越走越远 而是我们能够充分享受 和充分发挥一个两制的优势 香港人和14亿的同胞一起走 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安全 在现在大国博弈的国际形势下 我们不但主动维护国家安全 同时也是为香港建设香港 建设国家 令国家有复兴 作出我们香港人的贡献 仍然相信我们香港 昔日的范围 是可以回来 而且是会更加好的 多谢各位